就是视频中这个女孩靠瓜尼子走红网络 七分八百多万 这个九五后女孩靠着自己瓜尼子的才艺 六天能挣四万 月入过六位数 其实啊 她是一名壁画师 一面墙 一支笔 一个人 经过她一番艺术的雕琢过后 一幅精美的壁画就完成了 原本洁白无瑕的墙面 刹那间就变成了璀璨的星河 或是壮丽的山川湖海 这几米高的画面高低起伏 栩栩如生 仿佛景色都是真的一样 这都出自一位小女生之首 是什么样的一位女孩子 有这般的作画能力呢 视频中这位漂亮可爱的女孩叫做佳佳 出生于1995年 长相甜美 身材娇小的她却蕴含着巨大能量 正因为有着过人的颜值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使得她在网络走红 网友们对她青睐有加 其实佳佳大学时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 在上大学的她就已经开始自立 为了给家里减轻压力 懂事的佳佳在校期间就开始兼职赚钱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墙汇这个行业 从小就喜欢画画的佳佳来说 瞬间就有了想法 既能追求自己的热爱又可以赚钱 可谓是两全其美 敢想敢做 拥有一定绘画基础的她 在大二时她就开始接单去画壁画 刚开始是一家面包店要装修开业 老板想在墙上画一些简单的线条图案 佳佳接到任务时 因为没有接触过壁画 心里直大触 在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摸索后 她发现壁画和服装设计有些相同之处 她下笔作画十分认真 绘画结束后 老板非常满意 支付了很丰厚的报酬 有了这次经历 她对壁画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决定进入墙汇这个行业 后来她开始研究浮雕壁画 看起来就像是我们装修时的刮腻子 利用建筑材料在墙上挂挂凹凸不平的立体感 因为效果更加震撼和让人惊叹 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 短短的几年时间 她的一副浮雕壁画价格 相比以前翻了十倍有余 经过不懈努力 她用自己的画笔 让客户和同行们都心服口服 在工作之余 佳佳也和其他漂亮的小女孩一样 拍照和拍视频 2018年9月 佳佳开始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分享到网络中 没有想到的是 她随手分享的画作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认可和支持 粉丝数飞快的暴增 开始走红 后来央视还请她进行作画 这个坚持自己的热爱的小女孩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最终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大家喜欢这个努力可人的小女孩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想对她说的话 顺便为这个努力的姑娘点个赞 好 好